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秦末民族的时候 由此个人发起的吴氏 陈竹秀 还有卢逊 蔡元培的人发起的吴氏运动 那这个是打倒孔家的殿 然后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 然后还有一个是以美玉代替宗教 那就是因为有这些的提出 所以从中华文化 孔子 然后其实在佛教 都被他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宅男 那当时大师这边提到 因为由于佛教的人才不过普及 那只有张太炎 梁启昭 雄实力 于真 这些等等人重要的学者 但是呢没有政治军事上权力人士的保护 所以难免会遇到这种风雨里面 没有办法抵抗 那后来是英光大师主张了去除三难 第一个是不可以烂传戒法 第二个是不可以烂说土宗 第三个不可以烂挂海担 来重整佛教的生论 那后来太炊大师也提出佛教 教程教制教理三大革命 那发表整理生解制度论 重新生治 尤其是倡导人生佛教 那致力于佛教改革的运动 那因为这样子之下 那佛教忽然有了觉醒 那佛教界的大德们 就是立场要推动人间佛教 回归佛头本怀 所以呢 佛教心血培养人才的情况 就开始有了 那因为这样子的因缘 在20世纪最早的佛学院就在 1906年开设在大师的家乡 江苏扬州天宁市 由文习法师成立升学堂 那之后呢 洋人生居士 偶然在书滩上看到一本 人眼经也是发出说 自从一睹人眼 之后呢 不睹人间遭坑术 那这样是因为对未来的佛教 培育人才的这个信心 其实是已经设立了 那后来是推动各项的文化教育 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后来有培养人才的太虚大师 欧阳敬武 然后呢 人生法师 梅光西等 接触的人才呢 都这样子出现的 后来在中国各地陆续就有各的宗派的佛学院 都已经继续成立的 那全国成立的佛学院 有维士的 有天台的 有华言的 净土宗的 各种宗派的 就向各处的丛林 禅堂就 醒起来 那听到这个 我们就会很开心 就有这么多的佛学院 十所佛学院 各种的教育院 那大师讲 里面最有成绩的是 无常佛学院跟明南佛学院 还有支那内学院 这是最好的 那里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那佛教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广 那除了培养人才之外 还有太虚大师 为了促进佛教世界化 在古藏佛学院里面 办了有梵文的 有汉文的 巴黎文 藏文 四种语言的佛学研究员 所以培养许多不同人才 那除了培养之外 还要派这个僧侣到日本 西藏 印度 西兰等各地流血 那造作了这些很多的佛门龙像 那这个里面大师提到 法范大师啊 法尊法师啊 制风法师啊 大行大师啊 大勇法师等人啊 那这些东西就是因为 这样子的肥养 就是为未来的佛教 可以说是振兴了人间佛教 回归到佛陀的本怀 那后来是在国民之后呢 佛教教学的新办就是慢慢的升起 那当时遭遇到1927年 就是军法各地的这个时代 因为耶稣教的冯玉祥在河南发起肺势 主生的这样子的运动 那发动了全省回佛的运动 那幸好因为 太虚大师跟蒋介石 有交易 有往来 所以太虚大师 有因缘去到政府里面讲仙境 才有因缘把佛教很多药被破坏 就可以保存下来 那后来佛教师也受到妙禅心血的破坏 然后呢 当时蒋介石是说明要保护佛教 那他讲保护佛教有几点要注意的 第一个是真正的以佛教行持的生徒可以保存 那第二个呢 借佛教教义可以造就有知识的生徒可以保存 第三个呢 悉愿必须要清静庄严 不可以使非生非俗人主持 那对社会半有益的事业可以保存 那后来东京大湾大师所讲的 不义国主法事难立 那幸好大师讲 当时有一些大的 可以这样子的护持佛教 保护佛教 那在这样子一个时代的动论当中 有一些是可以把佛教保存下来 那因为后来佛教为什么会遇到难呢 因为是基督教的关系 那大师说 虽然是基督教 但是因为基督教提倡了信仰自由 所以呢 也是佛教有了一点生存的空间 所以可以有信仰自由 这个是世界的共同理念 那之后呢 大师讲抗日战争胜利 日本无条件的投降那一天开始 那大师那时候是在教身佛学院里面读书 那这个时候江苏啊 很多的这个一代的佛教呢 就是开始兴旺起来 因为佛教的居士们热心呼法 归一头佛教的人 那边边都起来 那人间佛教的形容的这个气象呢 慢慢的开始 那在定会寺的住持雪凡和尚 他是当时忙着出版中流月看 那大师讲 因为他在读旗下佛学院 偶尔回去帮忙 那每一次到这个月看的时候 是真的非常高兴的 那后来大师离开交参佛学院之后呢 那因为跟随着他的师父 自开商人回到竹亭大爵士里主 那在国家正规办的百塔小学里面 大师短期的当了校长 虽然大师说 我没有学过这个学校的这些训练 就在座中学习 礼机办教育的这个经验 这个是大师觉得对自己一生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大师也讲到在中国之外 后来是讲到台湾的佛学院的教育 大师讲 先是1948年中立元光寺的苗古老和尚 请了此行法师从南阳来到台湾办佛学院 那台湾神佛教会在新竹青草湖灵营寺 也是请大型法师办台湾佛教奖系位 那当时大师跟也飞法师都担任过教务主任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后来就是办了佛学院 那这个里面大师有讲到 殷孙法师办了佛言佛学院 南庭法师在台湾办了华眼专中学院等十所佛学院 那在台湾大师全集 也是佛教界青年学子阅读的中药史料 那最后面是讲大师漏脚在宜兰接引青年的姻缘 大师说他是不秩序制作一个假教的和尚 大师希望他用他的鼻梗讲说之外 大师在1953年在宜兰漏脚 然后呢就如火如土地展开了青年学佛 成立弘法队歌勇队青年团儿童班等各种的教育 那当时有新平和尚慈庄法师 慈尔法师 慈容法师 慈甲法师等等 都是在当时宜兰佛教青年 那后来大师他办了光华文理补习班 那也可以说是佛教第一所 跟政府正式立案的教学单位 那学佛的青年越来越多 大师讲见青年可以说是人间佛教 发展重要的旨意 那因为有这样子的觉醒 所以纷纷就开始有了现在的佛光山丛林学院 那已经是50多年的历史 毕业的学生有5000多人 也可以说是佛教历史上的一个记录 那佛教复兴的路上培养佛教的人才 大师除了办佛学院之外 佛光山也办了各种的佛学下令营 那很多的青年 世界各地的佛教青年为社会为国家贡献 对佛教呢是帮助很大 那主体里面提到很多的 大的是除了在佛教里面发展之外 其实是社会里面都是精英的 那推动人间佛教呢 大师说是必须要积极服务人情 重视教育 所以呢大师除了办佛学院之外 还有中学小学幼稚院等等 然后还有陆续搬了五所大学 这个嘉义南华大学 伊兰佛光大学 澳洲南天大学 还有贝利兵的光明大学等 那这些可以说是在佛教里面 让佛教教育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里面还有更多内容 欢迎大家自行去阅读 谢谢 好 感谢师傅 谢谢 这么短的时间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内容 好像我们说的是有点快 但是呢实际上里面的内容更多更多 是的 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阅读原文 是的 好那今天您给我们介绍 有什么活动吗 最近在佛堂 近期的活动就是12月才有 但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每个星期 每天都有不同的读书会啊 经典读书会 那欢迎大家有兴趣阅读的话可以参与哈 那星期二是有五亮寿佛经 这是东区分会的 那星期三是北区分会的圆解经读书会 然后呢星期五是人眼经读书会 这个是西南分会的 还有星期六是菩提分会也是人眼经读书会 那读书会之外还有更多的辅学的课程 那欢迎大家到华页市的网站去浏览 可以让我们提升学佛的层次 提升我们信仰的观念 谢谢 好谢谢师傅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做到这儿 非常感谢如中师傅 谢谢一心 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在一起 如果你有更多的需要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5147212882 我们下期再见 有情有义 是您对人间的心意 无怨无悔 是您对众生的承诺 您不怕露水重重 更不怕黑夜无光 您说要做一个永远开灯的人 您不怕露水重重 更不怕黑夜无光 您说要做一个永远开灯的人 在长的冬天 您的心里也有光 在远的远方 您的心里也有梦想 您说佛在心里 请您要留别人们 您说佛在心中 您说佛在心中 请您要留别人间 您用青春岁月 让佛法在世界发光 您说佛在心中 请你 要留给人们 您说 我在心中 请你 要留给人间 您说 我在心里 请你 要留给人们 您说 我在心中 请你 要留给人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